画面上这个人是21岁的印度小伙子维诺德塔库尔 塔库尔先天没有双腿 但是他通过自学练就了一身街舞的绝活 最近塔库尔首次灯台亮相选秀节目印度达人就寂静自作 一下子成了网络红人 21岁的塔库尔出生在印度德里东部的一个提名区 由于先天不足他生下来就没有双腿 但从幼年时塔库尔就显示出了不服输的个性 塔库尔中学毕业后成了一名手机维修工 每个月的薪水只有一百三十美元 塔库尔明白要想脱离贫困就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更独立 他曾经想过当健身教练 不过朋友建议他尝试一下跳舞 这个主意启发了塔库尔 他上网观看了数百种舞蹈视频 并开始和朋友一起学习 塔库尔说每当他在网上看到外国人跳舞的视频时 他就会问自己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塔库尔把哥哥家的一个小房间改成了自己的舞蹈室 这个小房间既没有灯也没有电扇 但即使在气温高达四十摄氏度的夏天 塔库尔也没有冰断写起 苦练五个月之后 塔库尔报名参加了选择节目 印度达人 他精湛的舞姿征服了观众和评委 并迅速在网络上走平 有人提出要帮塔库尔安装甲肢 但是塔库尔认为 甲肢既不舒服 也不容易保持平衡 他宁可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 塔库尔说 很多人看了他的舞蹈后 都对他刮目相看 并希望让他来教自己的孩子跳舞 不过塔库尔没有被短暂的喜悦充分头脑 目前他正在加紧排练 希望获得印度达人的冠军 除此之外 塔库尔也开始对自己的未来做更长远的规划 他想开办一所舞蹈和训学校 肢体残障者可以免费学习 塔库尔说 我将激发上天赋予他们的才能 将他们打造成为我自己的舞台 并将他们送回到印度达人的舞台上 由智者施敬成 让我们共同祝福塔库尔梦想成真